哈喽大家好 我是龙二 今天荣耀又回到老地方北京工业大学 上一次在这里的时候还是荣耀V9 我记得那一天下着大雪冻坏了 那时隔9个月 这一次荣耀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荣耀V10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一起到现场去体验一下心机 看看它相比V9到底升级了哪些地方 OK我现在手中拿到的 这是一台极光蓝配色的荣耀V10 心机正面配备一块5.99英寸18比9的全面屏 前面板同样采用了蓝色的设计 视觉效果不错 手机的背面采用了全金属一体成型的设计 顶部配备了一组1600万加2000万像素的双摄像头 摄像头轻微凸起 不过幅度并不大 可以接受 荣耀V10的整机厚度控制的也还是非常不错的 仅有6.97毫米 再来看看正面这块全面屏 其采用了圆角的切割 不过幅度并不大 黑边的控制也还比较到位 比较给力的是 荣耀V10这一次把指纹识别放在了正面 需要说明的是 这位按键并不支持按压 同时由于屏占比的提升 指纹按键面积相应的有所揭晓 不过并不会影响到指纹识别的精准度 再来看一下 赵丽颖加入荣耀大家庭之后 荣耀V10推出的新配色魅力红 其正面采用了黑色面板的设计 背部和中框是一整片的红色处理 比较特别的是 魅力红版手机的背面 并不是普通的金属喷纱 而是采用了钻雕工艺 该工艺在此前的华为P10上 我们已经见过了 手感和视觉效果都非常的赞 OK 最后来说一下配置 荣耀V10这次搭载的是 华为最新的麒麟970处理器 提供4GB和6GB的运存 64或128GB的存储空间 售价方面 4加64 2699 6加64定价2999元 6加128GB的版本 则售3499元 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华为Mate时 过得如何 好了 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集数码体验 欢迎大家扫码关注 微觉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